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這支影片是我嘗試做了14天連續的app workout 因為前陣子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YouTuber叫做Chloe Ting 然後他有一系列的就是健身的program 那其中一個就是get apps in two weeks 然後我又看到旁邊的推薦影片 其實很多人做完兩個禮拜的差別非常之大 那因為你知道我最近開始跳舞嘛 然後有時候又在家裡自己做一些workout 就是我忽然對於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自己來試試看 連續兩個禮拜都做apps workout 那我的核心會有什麼樣子的變換呢? 但是呢因為我是一個喜新厭舊的人 就是我沒辦法做同一個東西做連續兩個禮拜 所以呢我在這兩個禮拜裡面會穿插不同 我在網路上面找到的apps workout 那最後呢也會跟大家推薦我自己覺得做起來最順最喜歡的program給大家 那首先這個影片有一個disclaimer就是 我沒有要特意去減肥或什麼的 雖然說有誰不希望自己的體態變得更好呢是吧 但這個影片呢我不是要提倡就是要減肥或是要什麼 我純粹是抱著一個好玩跟好奇的心態來做的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還喜歡 在開始之前呢我們要先來做一個before就是最羞恥的before照好不好 那這邊呢是我現在的肚子 對你可以看到這邊都還是有一圈的墜肉 那這兩條呢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我前陣子自己有做一些運動 再加上去跳舞所以有稍稍的縮進去一點點 但是老實說我覺得他不是夫妻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before 那今天第一天嘛我要來做Sara's Day她前陣子推出的 Core and Up Pilates Home Workout 我跟你說這個真的很酸很累 Let's go You just wanna check that your face could fit between your chin and your chest So don't test me I don't want things to get messy Yeah Drop down to Leo SMT Yeah Like I just wanna hit dearly Come and test me Hit you with that smite I'm inside the jungle I said Lil baby I be buzzing You want Bumble She want fuck Don't be coming at me Skinny boy you need beef I wanna drop out to school Nobody be testing me This not no quiz Modafuckers acting silly Made me strong Hit's big bully in the city I won't make it off the weather I won't make it off the weather 好第一天完成 我們接下來的13天再接再厲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我要做的這個workout 是Pamela Reef的一個10 minute up workout 聽說她的東西做的會很崩潰 所以今天來試一下 我剛才吃飽所以 很大一塊 I know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I know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I know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in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Having my own conversations Hoping you will come and save me I know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in the morning and I hope that you're coming back home Look at you I was as soft as that ocean blue Falling in Learn to swim like I never know I see it now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Hi guys 今天呢是第幾天啊 今天呢是第五天 今天我要試的app workout 是這個MADFIT The 10 minutes lower abs workout 我今天晚上要出去吃飯 所以 我剛剛做完了這個十分鐘的workout 然後我覺得我給一點小小的review好了 比如說我沒有很喜歡今天這個workout 沒有到很累 但是又會有一種很憋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就是比較沒有那種其他部分engaged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第五天 好吃裸優 Welcome to Day 6 然後其實現在已經一點了 然後我今天有去上舞蹈課 我必須說 今天的舞蹈課真的是很累 就是你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才能夠撐完整個choreal的那種類 導致我剛剛其實已經彈在這邊 大概一個小時了 其實有點掙扎說我今天要不要做腹肌運動 因為我們上課前其實有做一些肌力訓練 然後加上整個這樣跳下來大概快兩個小時吧 然後我真的 我現在全身感覺要散架了 但是呢為了今天這個影片的真程度 我還是決定來做一個比較稍微簡單一點點的 對 希望可以把這邊的肌肉再練出來一點 雖然我覺得到今天 我這邊的線條也好一點 但是我剛剛在看別人幫我拍的舞蹈影片 我的肚子這邊還是一塊捏 就是沒有什麼腹肌感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 從統治人群努力 來吧 Hello everybody 我現在時間呢在都市半夜的2點 因為我今天呢跟朋友去吃晚餐 然後去喝了一點酒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全身感覺都很紅 臉也很紅 身體也很紅 是不是 雖然我真的很想要去洗澡睡覺 但是為了這次的影片 我想要就是認真的堅持兩個禮拜 但首先呢我想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了一雙新鞋子 結果我的腳長了一個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甜嗎 但是你看我的小拇指長了一個這麼大的水泡 Oh my god 今天這是一個很認真的健身影片 我臉在閒聊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會把你賺給我 將來打起來 我會讓你停在內 我會讓你彎陪伴 你會讓我跑到了 我會讓你抜匯 我會帶你去大衛 我會冷靜在你 我會讓你彎陪伴 你會不會讓我 今天呢是第十天 天啊我们到第十天了 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上班的时候 有好多的 phone call跟电话会议 那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 非常不喜欢讲电话的人 所以我只想表达我的心很累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明天有一个要出门跟拍摄的工作 那我预计是七点钟要几何 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时间了 你知道吗 希望明天拍摄有一切顺利啦 希望明天天气非常的好 不要下雨 关注 有没有可能我吓得很吗 十分钟我已经满身大汗了 这是今天的check-in 今天呢今天是6日123456日12 今天是挑战第11天 然后现在时间大概是11点10 现在时间大概是12点35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人非常的疲惫 因为我今天大概5点40就起床了 然后就一路跟拍摄在外面 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本身也没有要参与拍摄 因为我的工作就只是打打杂 然后确认应该拍到的东西有拍到 然后 然后就这样子 对我就是一个 其实是蛮废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今天到香港机场的维修站 还有一个海滩拍外景 然后刚刚呢又到一个studio里面去拍 就是比较质感的product shot这样子 身为一个幕后的团队之一 我必须说很多影片背后 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今天外面真的是十集曝晒 我真的不夸张 我又要晒黑了 不用晒黑 晒黑了 Oh no Oh no 啊啊啊 你们看到我 我今天真的 我每一个小时就在补防晒 但是还是晒到这样子 很明显吧 就是有变黑 然后你看 很明显的色差 有没有有没有 喔真的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動 我只想洗完澡然後去睡覺 但是呢我還是要來做一個簡單的10分鐘 今天呢就想要做回Chloe Tim的apps workout 然後是get that 11 line abs in 35 days 這個版本 趕快做完我還去睡覺了 你們可以看出我現在一臉的很淹屍嗎 對 我的確是很淹屍 今天呢是第12天的挑戰 然後明天呢就是端午節 沒有沒有什麼意義 我只是想跟你們分享明天是端午節 我今天晚上呢也是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吃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現在消化有點不良 想要縮肚子都沒有辦法 我過去這一個禮拜呢 大吃大喝的機會是比之前還要多啦 所以我的體重也是有小小的增加了呢 但體重就是你知道它是一個數字 重點是我們自己感覺身體現在怎麼樣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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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ind that sometimes you wish you had stayed a clown Never ever knowing whether you're coming or going hi guys 沒錯你沒有跑錯頻道 我今天去染了頭髮 把我本來那個很金的頭髮染成了一個灰加紫色 但他有跟我說就是因為我頭髮有漂過 所以其實顏色很容易掉 所以呢就是如果可以不要洗頭就不要洗頭 但是我該做的運動還是要做啊 Let's go hi guys 今天呢是我們這個14天挑戰的最後一天 讓我們掌聲獨立 我們終於到了最後一天了 YES 我到現在其實還是很不習慣我的頭髮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啊 起床的時候進浴室準備要洗臉 然後就是睡眼輕鬆的時候 一看鏡子我想說 這是誰啊 你爭氣點啊 我們今天早上還要做final check呢 那我先要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兩個禮拜做下來的心得 那首先呢先來講一下我們的前後對比好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的肚子中間已經有一點點的小線條 是因為我前陣子有在跳舞 所以我覺得那個有一點的幫助 但是在兩個禮拜之後 我其實覺得我的體態並沒有太 dramatic 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可以感覺到我的核心肌群有變得比較有力氣 就是可能以前plank我30秒就已經快要死掉了 現在我可能可以撐到40秒或是45秒 然後在做很多動作的時候也可以做得比較完全這樣子 另外還有一個要提的是 因為健身其實就是運動加飲食要一起去控制的 那其實我上個禮拜出去聚餐的次數比較多 所以我可以感覺自己的身體比較就是bloated 然後你知道吃的比較多嘛 這可能也是我個人效果比較不明顯的原因之一 感覺身體有變得比較強壯 然後線條有稍微slim一點 我已經非常的滿意了 最後呢稍微總結一下我這次做的exercise 我在這14天裡面總共做了應該有10個不同的workout 包含Sara Stay、Pamila Reeve、Chloe Ting、Natasha Ocean跟Mad Fit 如果你要問我我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應該可以挑出兩個 一個是Sara Stay的Core & Abs Pilates Workout 然後第二個是Chloe Ting的Get Abs in Two Weeks 就是它最popular的那個 我喜歡這兩個的原因是 第一個Sara Stay的那個算是皮拉提斯 所以它有很多比較延展性的動作 可是又會很需要你的核心肌群非常的 就是match match這樣子 它裡面有些動作像是腾空側拉的那個 我覺得對我的兩邊的側邊腹肌非常的有效 就我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他們在用力這種感覺 再來就是網路上面最紅的這個Chloe Ting 其實我覺得Chloe Ting它的routine呢 它有很多種嘛 我個人做過幾個我都還滿喜歡的 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它太給beginner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本來就有在健身 或者你的核心肌群本來就已經很不錯的 你做Chloe Ting可能會覺得沒有那麼有效 但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Chloe Ting的workout是 做起來不管是節奏或是它的動作分配 就是一種感受上面是最順的 雖然它是focus在你的核心肌群對不對 但是我每次做完我全身都感覺就是都在流汗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去設計那個program 但我自己很喜歡 我個人最不喜歡的就是那個 Matte Fit的那一個workout 我覺得做起來有點 就是空虛感 然後呢Pamela Reef 這個呢真的是給比較進階一點的朋友去做 因為它在中間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休息 然後真的很累 雖然才十分鐘 可是你真的會做到就是懷疑人生你知道嗎 那我會把我這次有做到的workout 我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不過還是要重申一次就是 沒有一個program是one for all的 每個人在不同的狀態它適合的健身program也會不一樣 所以適合我的不一定適合你 你們還是要自己在家先做做看 然後覺得哪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有效 你們就做那個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跟我一起過了兩個禮拜 大家如果沒有事的話 在家其實也可以做這種十分鐘的workout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好不好 那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